阿你家是不是坐計程車走 馬子來馬來帶走 為什麼 為什麼 當然是因為有馬子啊 烤肉趴大亂鬥 有妹戶草的才能先閃 我們也不曉得為什麼啊 來的就是 一步好像要殺人的樣子啊 桌頭這家火鍋店 老闆凌晨在門口開烤肉趴 拍到和朋友吵架 你們覺得不爽 還是我們在嗆他們 然後我們也跟他們講說 這次我們自己的事 不關你們的事 指控對方出來十多人打他們 打了之後 還有一個騎摩托車 直接對著店老闆 直接騎摩托車 對象就這樣撞他 造成火鍋店老闆 後腦燒流血掛彩 沒想到打人的還被馬子鋪架 在警察面前落跑 擠得痛罵 我可以忍 我也可以做我不能忍的事情 不過警方解釋 對方是先到醫院 關心撞老闆而負責的朋友 走烙泡 他覺得要在門 介護你不要讓他跑 眾人的膽子 酒色值高達0.39毫克 去後被依法控辦 警方中心 有法子正好啊 報導